大家好 還記得我之前有跟你們說保險絲的清潔嗎 基本上來講保險絲大概就是兩種規格 一個是這種大的 然後一個是這種小的 多半現在都是改裝小的比較多 大的話摩托車跟一些比較貨車類的 它用的也蠻多 其實保險絲如果有在玩影響的應該知道 保險絲的好壞 對他們玩影響來說他們說是有差別在 但是我覺得是有啦 但是最重要的是還是清潔上 你看喔 這個是我車上的 有沒有很黑 然後這個是正常的 有沒有很乾淨 這樣子應該就對比得出來 上面這個就是很多氧化屋 然後其實像保險絲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會盡量選可能好一點的啦 譬如說可能日本製的啦 或者說比較有口碑一點的 你看其實像這個 這個有點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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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焦 然後像保險絲 我之前就有講 它都會中間都會有一個類似檢視孔 讓你看看裡面這個有沒有斷掉 但是有的時候是斷在最邊邊這邊 對焦 就斷在最邊邊這邊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要稍微再搖搖搖壓一壓 然後可以的話 你們仔細看這個 不管大顆的或小顆的 它旁邊都會有個點 這個點就是在測量它有沒有導通 如果你是拿電筆的話 你就是負極夾車身的搭鐵嘛 然後另外一邊那個筆狀的尖 就是點它 它如果兩邊都會亮 就表示它這個有導通 因為在保險絲座上面來講 它一條是近 一條是粗 所以如果你用電筆去測量的話 一定要去測兩邊都要去點 兩邊都會亮 就表示這個保險絲沒問題 那如果你是拿電筆下去測量的話 就是去轉到那個 導通的那個檔 這副脊各碰一邊 如果會逼的話 就是沒有問題 好 那保險絲 像剛剛我跟你們講這一顆 它的清潔 我如果真的沒辦法 可能拿個金屬的東西去刮它 我是都會先拿橡皮擦 再去擦擦看 如果擦得掉就用擦的 如果擦不掉 比較嚴重的氧化物就用刮的 好 這樣看得出來嗎 這樣差別就很大對不對 一邊黑一邊亮 可能相機拍不太出來 我自己在看是真的差別很大 一邊這邊很黑 這邊很亮 那其實 像這種東西可能很多人都沒有去注意 如果 我是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有時間齁 自己可以 嘗試做清潔 對車子的很多小細節上面 都有好處 然後但是在清的時候 自己要小心喔 因為 像我的車 我有裝一些外接表 然後那些外接表 可能就是 它有些線我會直接接在保險絲上 所以 如果你們的車不方便把電皮的腹肌拆掉的話 我是建議就是 在拆的在 如果原廠車啦 你們都沒有外接線的話 可能就是直接拔掉 你鑰匙一定關掉 鑰匙一定要關掉才能拔保險絲 因為有些可能 有些電器設備會有點狀況 好 像這樣子 就擦乾淨了 有沒有就很亮 然後再把它插回去 確保它的電阻系統 尤其我覺得現在很多 現在比較新型的車子 它很多都是靠電流下去感應 像有些 像BMW雙B的車 你們都知道可能 你只要換個燈拋 或者換個什麼東西 它只要一測量到它電阻不對 它馬上就會亮故障燈 所以其實有些小的故障燈 它亮起來的話 不用擔心 不用太去擠著說 一定要去園場幹嘛 就如此類的 可能自己先做個保養整修 然後像以這一顆的話 10A 我這一顆就是在這邊 這一顆10A 就是你們自己在拆的時候 自己要去注意 要去注意 你是從哪裡拔下來的 然後就要從哪裡算回去 那 還有就是 原廠都會 保險絲盒下面都會有個白色的這個 這個就是專門在拔保險絲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不好用 所以我都是 拿一把小的尖嘴鉗 加下去拔 會比較方便 然後 再來就是 順便你們也可以做個檢查 像我 你看 我就是因為有外接錶 所以有接線 如果你有因為這種 你 你會接在保險絲的線 一定都是要持正電 所以 有時候我還是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把電瓶做個斷電 如果不行的話 你們再 擦拔這些 有外接線的保險絲的時候 自己就要小心 那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那個 我的冷氣 我冷氣的問題 我剛剛大致有測試了一下 我請朋友就是 幫我 在車裡面按那個 AC按鈕 然後我去摸那個 離類 結果我發現 它離類 它不會有 它不會有作動的聲音 那我手邊目前也沒有 正常的離類可以做替換 那我就只能 先這樣子 因為反正我車子也很少開 然後壓縮器這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好像 1月底 2月初去驗車的時候 我還有開冷氣 冷氣都很正常 很冷 很涼 那個出來的風很涼 那 就可能又放到現在沒有開 所以可能是線路上的問題 因為 我目前我只能做的就是 先去查它AC 送訊號過去 這條線路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現在車道離類沒有作動 要嘛就是離類壞掉 要嘛就是這邊的線路有問題 所以 冷氣這個方面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檢查看看 那今天這個保險絲 保險絲 保險絲的檢查 跟清潔 可能就 這個雖然很簡單啦 但是我相信 很多人 基本上 可能 不太了解 然後像我自己 我車上都會帶備品 因為有時候可能 有時候你出遠門 或者說 尤其現在的車子 可能很多電器設備 或者說外接的什麼 點煙器啊 那種插頭 手機的插座呢 諸如此類的東西 很有可能會去 導致保險絲 比較容易燒毀的機率會增高啦 那 所以我車上都會帶這種東西 再來就是 切記喔 你壞掉的是什麼保險絲 是幾A幾A的 幾安培的 這個都有寫 這邊都有顯示 都有標示 這一顆 二十 這邊都有 切記就是 燒掉的是多大安培的保險絲 你就要換多大安培的 你不要去增 去加大喔 你加大有時候可能 線路都已經快燒掉了 保險絲還沒有斷 這個真的很危險 然後如果你換太小 一定是三不五十 就是燒保險絲 還有重點就是 如果你買的是二手車 你在換之前 可以先參照一下 保險絲盒 的蓋子一定都會顯示 你原廠規定的安培數是多大 如果你買的是二手車 你不確定你壞掉的那顆是多大 你可以先對照這個 譬如說 AC 假設我 我現在是AC問題 我AC有查過 然後就是因為我查到了AC 這邊保險絲沒斷 但是就是這邊的氧化物很嚴重 所以我才想到把所有保險絲都拔下來清一清 然後 再來就是 就是你要確定 如果你不確定原來保險絲是多大 你就參照保險絲盒上面的 的號數 下去做更換就可以了 然後像 前面的保險絲盒的話 我剛剛也有跟各位看 保險絲盒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它上面也有對應的號數 你就記得 你是多大的就換多大 如果真的 不確定的話 可能你可以稍微問問看 我聽說網路上 資訊很透明 應該隨便問就很多 然後 我家裡就是清潔 還有就是像保險絲盒 這個 我拿給各位看一下 我剛才說的這個號數就在這邊 它這邊都會顯示有你的是多 原廠是多少安培的保險絲 你就要跟著更換就好的 還有就是像這邊 它都有一個類似 密封圈的東西 然後 像我有車二十幾年了 這個應該沒有人會去換這個啦 然後 我是覺得開車的時候都會 有個引擎室裡面都會有一個抖動的聲音 就是這個 這個都脆掉跟碳一樣 像這個如果你有斷掉 或者說密閉性不好的話 很有可能導致水氣 濕氣往裡面跑 那我的解決方式是 就是 找這種 這種是 應該怎麼說 像那個保險盒 很多保險盒都有這種密閉膠 密封膠 這種有點類似矽膠材質的 我是覺得應該是放得進去啦 因為我 我會找這一條就是因為我 確定它的大小寬度是差不多 那 它的安裝就是 你就找你合適的 像我這個就是這樣塞進去 塞邊邊進去 你要切記喔 你不能找 像我的話我就不能找 這邊不能太寬 因為太寬的話我就塞不到這個縫 然後這個也不能太高 你太高的話你蓋子蓋不起來 然後就慢慢的把它壓回去 這樣壓壓壓壓壓壓 因為它這個裡面是中空的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找到的材質是哪一種種類啊 只是我印象中很多保險盒上面都會有這種類似 那種密封圈 有的是圓形的 有的是方形的 可能你們要自己去衡量去 去怎麼去找你們適用的 因為每個保險適合的樣子不一樣 然後就這樣慢慢把它壓進去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像這樣把它壓進去 因為像我這個是中空的嘛 這個你看 一壓就扁掉 你盡量找 不要找 不要找硬的喔 找硬的話 可能你也會很難裝 然後大致就這樣塞塞塞塞塞 然後再做 因為這邊它沒有連接到這邊嘛 我可能在這邊做個階段 就這樣過去 確保它在引擎室裡面 第一 它不會抖動 不會咬咬咬咬咬咬這樣抖動 然後第二就是它的 防水性會比較好一點 水氣 因為它這樣蓋上去的話 有的時候可能 你停在積水處啊 水氣上升 往裡面鑽都有可能 可能有人想說啊 想太多了 或許啦 但是我只是覺得 我剛好手邊有這個東西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啦 那像這個 裝這個膠條 就很無聊 就這樣一直塞塞塞就對了 好啦 那今天的重點就是 保險室的清潔 跟檢查跟清潔啦 那其他的小細節的話 有什麼 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討論 或者說你覺得有什麼疑問的話 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一起研究 因為我還是覺得啦 尤其現在很像新型車 車上有什麼 一大堆電子零件啊 你電子零件越多 保險師已經是越多 然後你保險師只要 就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 現在很多車子 它的車電腦 在檢測上很厲害 它測的電流 只要一哨的不對 它就直接亮燈 尤其以進口車最厲害 你甚至你只是換個燈泡 然後換個LED 它只要測到那條 電線的電阻值不一樣 它馬上就亮鼓掌燈 所以這個不用花錢 就可能就浪費時間 就要花點時間 一個一個拔下來 慢慢擦擦乾淨 再裝回去 從哪拔從哪裝 好吧 然後這個很簡單的檢查包樣 對於車子都有好處 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各位 拜拜